歡迎大家收看M直播 這一場球就和大家談一談 我心目中的奪標熱門巴西出場了 會對著塞爾維亞 今屆兩支的南美球隊 阿根廷和巴西都被譽為捧衛今屆的大熱門 我比較看過巴西的原因 跟那邊阿根廷有些不同 因為那邊有些部分球員 其實整體戰鬥力的狀態其實是戰爪向下的 相反巴西隊其實挺齊張 尼瑪、芝西斯、拿華斯、阿仙奴很健康 另外留意就是黃馬雙紅 年輕人諾迪高松 還有雲尼素斯 近年在西甲在黃馬的表現 也很成熟慢慢進步 還要很當打 所以進攻方面 我覺得今屆世界盃最強應該是巴西 今場看看對不對板 至於後防有泰、高斯華在 我覺得是挺令人放心的 因為他雖然說年紀比較大 但是後防在英超方面 都見到他的領導才能和一夫當關 三線來說都挺齊張 略嫌你說要看的話 巴西可能欠一個右閘 或者叫做右翼衛 丹尼、艾華尼斯可能年紀比較大 都要選他 丹尼路表現就不是太過理想 當然了 你說很難齊得這麼厲害 所以整體今屆巴西的實力 我有點憧憬 還有想看一下他們 是不是真的這麼強 對手 好了 塞爾維亞 最有趣的地方 塞爾維亞 其實有一位前鋒 在今季在英超附行很突出 那個就是米祖域 那就是米祖域 米祖域那個包頂先生 我被以為 在英超見到 頭鎚都真的很厲害 所以這場球 米祖域面對著 是一場挺有趣的賽事 也都相信一場是地對空的賽事 講到進攻 巴西地面戰 那就是 蔡爾維應該相信都挺以中的 就是高大的中鋒 米祖域在前面撞 所以一場應該挺刺激 挺好看的賽事 但是去到尾 我仍然 都會對巴西 是會有很大的期望 看看這場球 巴西 我預計去贏球之餘 看看會不會有些王者風帆出現 休仔多地大家收看 安播足球快訊 接下來還有很多好球 慢慢跟大家聊 想緊貼住最新的足球籃球資訊 記得訂閱我們 安播的頻道 按讚 記得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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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